大家好,既然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老年朋友积极地去接种疫苗 那么哪些老年人是接种疫苗的禁忌 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希望大家认真地去做好记录 第一个,一些疾病,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些慢病吗 不是所有的慢病或者是基础病都是疫苗的禁忌 不是,在疾病稳定期 那么不稳定期是什么期 也就是疾病的急性期不能注射 还有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第三个,疾病的急性发热期 这里面有几个病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出现了微向,这个不能做 糖尿病正在整个血糖没有控制稳定 出现糖尿病阻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迹象不能注射 还有一些肿瘤,肿瘤呢在用一些 就是抗肿瘤的这个生物质剂 用的过程当中呢,肿瘤还在活跃期不能注射 还有一些神经类型,神经疾病的发展期也不能注射 癫痫的发作期,急性发作期也不能注射 这些呢,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最后呢,就是对于一些疾病的严重期 严重期到什么程度?到生命中末期 这个也不能注射 最好不要注射 但是呢,前提条件我们是要尊重患者的选择 或者尊重需求者的选择 那么有些人就说,那我就要注射 我还是愿意让他把这个疫苗 就是说,他重末期了 就是他离开人世的时候 我也想给他注射 那就看人家的需求了 但是呢,最好是不要注射 好,谢谢大家